与最疑属性 有大福报 大智慧 大姻缘 他才遇到尽宗 才知道这一句阿弥陀佛名号 如果像海鲜老伙上 这一等人 他一生就真的圆满了 三年 念佛三年可以得一心不乱 那这个得功夫成平 得功夫成平之后 再三年 他就能得四一心 再三年他就能得一心 那么换一句话说 他从念佛到大彻大悟 铭心见心 多少世间 圣年 圣年到什么程度呢 释迦牟尼佛当年在菩提树下 大彻大悟 这个等级 这个等级 海鲜活上 大陆了 跟六族惠能大使 在五族方丈使里头 听经刚经大彻大悟 也是这个等级 法神菩萨的等级 他们往生到极乐时期 想什么时候去 就什么时候去 想见阿弥陀佛 我佛救先生 在这个境界里头 无所不知 无所不能 所以海鲜老和尚 他的师父 祝福他一句话 明白了 明白了 就是你开悟了 你见性了 不能乱说 不能说 为什么 六族开悟 还要到猎人队 躲视五年 我们就明白了 这个世界 同行想记 记住障碍的人太多 你装龙作牙 没事平平安安 你要是你这个时候 那要说的时候 记住障碍却来了 众生是凡夫 不是圣人 你不能立足宇宙的世界 所以立足宇宙 装龙作牙 你问我什么都不知道 在最迫切需要的时候 真正立一切众生 露一点点 马上就藏起来了 在海鲜老河山 一身行仪当中 我们看到 我们体会到 我们明了 老人家说一句话 普遍劝一切众生 好好念佛 成佛是真的 其他全是假的 是正话 还有一句话 帮助你圆满成功 这一句话就是 世界五难四 只怕心不转 那心要转了 就成佛了 那去大臣经里头 佛曾经说了 会了 哪一法不是佛法 念无量手经 能往生极乐世界 能成佛作主 我们念古兰经行不行 行 那为什么 会的人 哪一法不是佛法 这样哪一法 不是心于佛法 是出世界一切法 只要你转 为什么 转 你把妄想放下了 放下妄想 就成佛 放下分别 就是菩萨了 放下执着 就是阿罗汉了 我念古兰经一样 我也可以放下执着 我也能放下分别 我也能放下 齐心动力 他就成佛了 将他当然是 到了天堂 到天堂一看 阿弥陀佛也在天堂 殊途同归也 是一个方向 一个目标啊 如果不会 佛就翻过来说 哪一法是佛法 不会就是 你心不转 你什么都想学 花言 发发 无量手间 不是佛法 那么有此可以说 世间法跟佛法 也换了等候 是一不是二 关键 关键就是 将你放下 放下妄想 分别执着 一切法 任何一法 都是佛法 为什么 你只要赚 你都能成无上道 要问为什么 因为一切法 都是自信 从任何一法都能坚信 从任何业法都能坚信 离开本心 没有一切法 设法界统统是自信变的 所以关键就是 会不会 会不会 我们 你不好懂 我们换一句话 转不转 转就会了 不转就不会了 这个法好 那个法不好 这个很难切入 你说修的时候 顶多得善法 生欲解天而已 为什么 欲没断 欲断了 在禅定 才能生色解天 无色解天 还有欲望 不能离开欲解 那这个里头就有善无 善敢善善道 我敢善我道 就这么个道理 善无没有了 就脱离 流大轮回了 善无从哪里 严重的分别之处 从这来的 阿 尼 陀 佛 阿 尼 陀 佛 阿 尼 陀 佛 rewards оф Bear